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化石燃料重整之处的氢相比 电解水产出的氢是高纯氢 杂质中只有少量水蒸气和氧 没有碳化物 因此不易对后端的燃料电池造成毒化 可以延长燃料电池的使用寿命 在环境温度和大气压力下 电解水所需要的最小电压是1.481V 最低的耗电量是39.4千瓦时每公斤氢 目前的工业化水平是电解槽系统耗电量 大约47千瓦时每公斤氢 效率最高为82% 一般是65%到70% 氢的含能量高 是我们大力推进氢能技术的一个主要原因 单位质量氢的化学能是39.4千瓦时每公斤 比其他种类的燃料大两倍 例如液态碳氢化合物的化学能是13.1千瓦时每公斤 这就是说一公斤氢的化学能跟三公斤石油的能量是一样的 然而在实现氢经济之前 我们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些挑战有来自于技术方面的 也有来自于经济方面的 技术上的挑战包括三大方面 第一大挑战 氢气要实现实时生产 并且安全方便的储存和运输 以及提高氢燃烧的效率 从而满足世界对能源的需求 这需要超过3乘以10的12次方公斤氢每年的产量 是大约目前氢气产量的100倍 第二大挑战 在氢经济中包含了多个工艺环节 包括制氢 调制 运输 分销 以及能量的转化等等 过多的工艺环节降低了能源的综合利用效率 第三大挑战 安装相关的设备 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 比如家庆站 需要预先消耗大量的能源 再加上大量的资金投入 前期能耗和投资成本都很高 来自经济方面的挑战 主要是生产氢气的成本 当今世界的经济 主要是依赖于自然界 储存了数百万年的免费能源 我们购买化石燃料的价格相对是低的 仅仅支付了开采成本 并不包括化石燃料本身 和数百万年的储存费用 为了使人们能够接受 氢气这一类人造的燃料 世界经济体应该被说服 为太阳能转化为燃料买单 最后 我们对第一章进行一个小解 本章首先介绍了九种新能源形式 包括太阳能 氢能 核能 生物质能 化学电源 风能 地热能 潮汐能 和 可燃冰 然后 我们引入了氢经济的概念 氢经济 Hydrogen Economy 使能源以轻微媒介进行储存 运输和高下转化的一种未来的经济结构设想 接下来我们比较了目前市面上最火爆的两款新能源车 丰田的蔚来 Mirai 和特斯拉的Model S 通过比较两款车的综合性价比 我们得出结论 燃料电池汽车 是全电动汽车的终极选择 然后 我们从化石燃料供求矛盾 化石燃料燃烧 带来的环境污染 地区不稳定性 以及温室效应 带来的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入手 阐述了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急迫诉求 我们从人类能源载体的发展历史推断 氢能将是未来的能源载体 接下来 我们阐述了氢的循环利用流程 并且分析了氢能社会 人类可以选择的可再生能源形式 我们知道了 氢的能量密度很高 是其他燃料的三倍 也就是说一公斤氢相当于三公斤油的能量 当然要实现氢经济 我们还面临一系列技术和经济的挑战 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同学和氢能领域的研究人员 技术人员齐心协力 功课难关 中国在氢能和燃料电池里与其不晚 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少 这是我们的行业痛点 但是我们站在了世界共同发展氢能的风口浪尖 不进则退 因此每个人付出一点努力 追凭世界一流水平也不是不可能 最后我们留一道讨论题 以2014年底 丰田蔚未来Mirai 氢燃料电池车正式商业化为标志 世界正式步入氢经济建设初期 请查阅资料 评述各国境有令 和发展氢能的政策措施 对经济的影响